第七集 告别单身狗岁月的第二天 早上我六点就醒了 盯着天花板发呆 窗檐缝露过一缕一缕的阳光 扑在地板上 耳边是小草清浅的呼吸声 我被催眠的又将睡去 手机震动 我摸过来看着闪动的屏幕 昨晚的记忆一下子就冲进了大脑 喂 林志孝 我是谁 医生啊 我下班了 我在宿舍 床上 我很早就醒了 只是我还没起来呢 听出来了 我听着电话那头 车流的声音 地铁台阶的声音 刷卡入战的声音 意识渐渐的归拢 心里一点点的鲜活了起来 轻轻的叫了一声 顾位 嗯 你的手腕上有什么呀 一串佛珠 怕我飞了吗 哎 万一是个千年狐妖呢 那你一串佛珠站得住吗 外婆在上头念了一百零八遍 拨惹心惊的 哎 林志孝 啊 今天有什么安排 嗯 没有 我们 哦 下午有个新老生交流会 哎 地铁来了 我应该一刻钟后就能到你学校了 电话挂断了 留下我 像被电击的蛮鱼一样 从床上翻了起来 这就是我们恋爱的第一天 一个无言以对的男主角和一个状况之外的女主角 我迅速的洗漱完毕 换好衣服 奔到校门口 医生居然都已经到了 看到他的那一刹那 我突然有点懵 站在台阶上的人正低头安静的翻着手机 眉目清俊 表情安定 仿佛这只是属于我们俩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周末的早晨 他不知道看到了什么 笑了笑抬起头 慢慢地朝我走过来 如同在医院的每一个早晨 这个人 真的是没有白袍都能走出白袍的气场 所以我下意识地点头打招呼 啊 顾医生早 冷场了 什么时候交流会 下午三点 他把手机递了过来 上面是小杜和他之间的短信内容 姐夫 把姐姐电话给我呗 干嘛 让姐姐请我吃饭 没空 那我请她吃饭 也没空 我扒开了那么长时间的姐夫 我问问她 我窘迫地抬起头来 我没带钱包 刚才出来的太急 拎了手机就跑 医生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 我带了 电铁上我吃着医生带来的三明治 小杜先认识你 为什么叫你姐夫 道理上 应该叫我嫂子嘛 医生面向我撑着额头一动不动 林之笑专心吃饭 我闷头咬了一口 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更惊奇的问题 哎 小杜是怎么知道的 这不是昨天晚上才发生的事吗 医生终于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再度窘迫了 我平时反应没这么迟钝的 哎 你不要盯着我看啊 这对心脏对大脑都不好 医生收了笑 翘着嘴角 眼睛盯着我一眨不眨 哎 顾卫同志 你不要乱放电啊 无语的顾卫同志 拖着我下地铁转公交 还没到餐厅的门口 就看着小杜 窜上跳下的招手 姐姐 姐夫 一个夏天过去 她又窜个子了 隐隐又超越顾卫的驾驶 刚才来的路上 顾卫告诉林知笑 她已经叫了三个多月的姐夫了 早说呀 我白痛苦那么长时间 小杜没能抱上心仪的临床 最后上了很男人气概的土木工程 林知笑拍了拍小杜的肩膀 改天介绍你认识一个很男人气概的师姐 也是学工程的 你爸出院那天 来的那个女孩子吗 姐夫 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猜的 那天在走廊上 她跟你妈聊天 说你脸皮薄 让你妈赶紧给你联系相亲 不然 毕业出来就成灭绝失态了 那是说给你听的 一路参观到超市的时候 碰到了小杜的三个室友 索性叫上一起吃午饭 一桌子六个人相当热闹 一群大男孩开始还有些放不开 看到小杜肆无忌惮 也渐渐活脱起来 姐姐 大学逛一圈 感觉怎么样啊 美女很多 据说呀 本是三分之一的美女 都在这个大学 三个男生齐刷刷的瞥向了小杜 哦 后者炸毛了 干嘛 我闻到了八卦的味道 另一个男生一脸的愤懑 姐姐你是不知道啊 我们一个个的无人问津 他说情书都收到手碗了 小杜肠装红了脸 什么时候收到手碗了 前天还有美女上门表白呢 什么美女 和我姐能比吗 能比吗 姐夫 你说对不对 榜样树立的很正确 午饭在欢快友好的气氛之中结束了 我们被一路送到站台 四个少年齐刷刷的挥手 姐姐姐夫再见 回头绿那叫一个高 他们走开好远 还能听到小杜的声音 那是 我姐姐 我姐夫 那是狼才女貌 女才狼貌 顾卫调侃我说 这会儿大脑正常了 我瞥了他一眼 无事 小杜很高兴 谢谢你 谢我做什么呀 好歹我是姐姐 你是姐夫呀 其实我一直很好奇 过位为什么对小杜那么好 小杜的外婆是个很和蔼的老人家 我那时候刚到医院 一边考资格证 一边实习 晚上在办公室看书 她打我开水送进来 都会叮嘱我 年轻人要记得吃宵夜呀 不然身体吃不消的 回家之前还会再来叮嘱一遍 早点睡觉啊 被子盖好 后来她提起她的外孙 小脑官也是很聪明的 就是没个人啊 在前面引导她 老人家年龄大 人也不算健谈 但是所有的医生护士 都很喜欢她 我想到现在的小杜 鲜活快乐 晚了晚医生的胳膊说 她看到小杜现在的样子 会很欣慰的 明天下午 郭卫把身无分纹的 我送回了学校 才向反方向的住所而去 医生评语 我发现推波助澜的红娘 很多嘛 三分 哈哈哈哈 你用的想用啊 你也有今天 因为流感疫情蔓延 大部分学校都把这一届的新生军训给取消了 这就导致了一些生活极度松散 空闲的孩子四处游荡 比如说杜文俊小朋友 我们俩的学校说近不近 说远不远 用她的话说就是 刚好路上睡个觉 然后头脑清醒的体验一下研究生院的氛围 在她转悠过一遍之后 小杜同志不淡定了 一点没有学术氛围呢 我真是黑线万丈啊 从宿舍楼教学楼 能看出什么学术氛围来啊 呃 你要感受学术氛围 还不如猫在医生办公室里看他们会诊 嗯 听一群人讨论 怎么欠人肚子嘛 坚决不去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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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 对于手机上隔三差五的出现 体育选排球比较好 还是跆拳道比较好 考色级是这学期就复习 还是下学期呢 刮沙背后是刮两道还是三道啊 这类的短信 我实在是很好奇 小杜怎么不去问医生呢 他应该是和顾医生比较亲近一点啊 哎 姐 你不觉得顾医生看上去笑笑的 其实特别 特别 特别 不动声色 不动声色 对 不要随便招惹他 哎呀 顾医是个很不动声色的人 不动声色到 没经过任何所谓情侣必做的一百件事 林知笑就已经毫无压力的产生 其实我们已经在一起很久很久了的感觉 刚在一起的情侣 多少都有点互相不习惯 而他俩 没有磨合期 顾医生的节奏拿捏得很好 在两人见面时间很少的情况下 每天一小步 十天一大步 以至于十一长假结束后 第一次见面 扑上去抱住他胳膊的时候 林知笑才惊觉 自己是这么这么的想念他 十一过后 顾医他们族里的一位医生太太生孩子请假 再加上天气凉爽 手术又比较集中 所以顾医生很忙 包电话周是不可能的 通电话是不指望的 像别的情侣那样 我想你了 乖 我也想你了 之类的短信互动 也是比较浮云的 经常是 在做什么 三个多小时之后 刚下手术 从此 我再也不发类似的短信了 十一月的一天 接到顾位 我到你学校了 你在哪儿的电话 林知笑正埋头在构造图里 扭过头问旁边的小草 亲爱的 今天星期几啊 小草摇头 礼拜六 顾位答得毫无障碍 林知笑却迅速的脸红了 之前由于各种原因 没有见到顾位 小草的好奇心已经被挑的异常的高 见到本人之后 小草的表情是非常的微妙 现在的医生都长这个样子的吗 小草对医生的概念还停留在六岁那年 满面横肉 不顾我哭得撕心裂肺就给我来一针这样的阶段 所以对眼前这么个斯文青年很有接受障碍 没有了 我特意找了一个特别特别和善的 哦 一森啊 现在这个天气吃怎么好啊 吃什么都行 我无奈的带头进了一家火锅店 一个小时之后 剃泪俱下 穿妹子把辣椒酱当菜放 顾位索性摘了眼镜 一双眼睛湿漉漉的亮 隔着生腾的水汽伸手抹我额上的汗水 小草说 我以为我是电灯泡哎 到头来散到的人是我哎 饭后在顾位 刚吃饱不易运转大脑 否则对胃不好的建议下 小草决定逛校园 太阳晒在身上很舒服 三个人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散步 经过小礼堂的时候 遇到同系的几位师兄 打过招呼继续往前走 小草在一旁嘖嘖而叹 我觉得啊 那个死业他说的不冤了 一点都不冤了 林知孝还没明白过来 顾位已经抿嘴而笑了 后来回到宿舍 小草看着林知孝 阿笑 你就没有发现 那个谁看到你们家医生的时候 眼睛瞳得像核桃一样大吗 啊 谁啊 哎呦 伤人 你实在是太伤人了 然后林知孝 仿佛好像依稀似乎是明白了些什么 难怪 顾位走的时候 笑得那么不动声色 嗯 不过你们家的医生的气质是真的好 我要死他 早把我给灭了 整个十二月的生活似乎只有一个主题 新年音乐会 宿舍里打电话不方便 林知孝经常在排练完走回去的路上给医生打电话 来来来 让你感受一下我们学校的寒风 嗯 怎么样 我这反正不冷 谁冷谁知道 啊 医生你 纵使之后 他们两人有过各种各样相伴的夜晚 那段时光仍旧是林知孝记忆里最为甜蜜的 厚厚的围巾拦住风声 手机贴在耳旁 两个人轻轻浅浅的聊着 随便什么 心里都有一种轻巧的快活 像是能站到他的身边去 医生疲悦 笑而不语 你不要乱风电啊 进入龙东 校园里冷清了很多 医生踩着鸡血走到我的面前 下巴磕在我的头顶上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前一晚上值班 第二天上午茶碗房调休 来学校看过我 再回反方向的公寓 我抱着他微微倾斜的身体 有点心疼 你不要这么来回跑了 你是不是快放寒假了 嗯 六号中午的票 妈妈让我赶回去吃小年夜饭 我五号值班 我感叹 这年头谈个恋爱真是太不容易了 然后突发奇想 我们也是可以夜会的嘛 五号的傍晚 我拎着外卖 刚拐过停车场 就撞上了许久不见的小雨 她正下班往外走 看到我一脸惊讶的扑上来 姐姐姐姐你怎么来了 林老师的画完不是都完了吗 我 我 我突然发现 这是一个沉住起来非常非常复杂的事情 于是决定长话短说 啊 我来送饭 啊 给我啊 啊 小雨刚得知 林芝小时来给男友送饭的 正在 你恋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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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厉害了 就突然就恋爱了 看见医生走过来 看看顾医生 再看看林芝孝 啊 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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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医生很自然的 接过林芝孝手里的打包袋 看着他 还不回宿舍 顾老师 再见 小雨迅速退了两步 跑远了 扭过头 师娘 师娘也再见 林芝孝多么希望 当时周围没有那么多人 接下来的三个小时 两个人吃饭 聊天 发呆 大眼瞪小眼 然后医生说 值班室的床是单人床 晚上是你站着 还是我站着 还是 嗯 咋 我 我 我会学校了 林芝孝从椅子上弹起来 跟在身后的医生 笑而不语 六号那天 医生下班的时候 我已经坐上车了 路上注意安全 嗯 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嗯 过年 要注意饮食作息规律 嗯 你要不要每天和我通过电话呀 有这么个问题的吗 我悠了悠 通好几个 也是可以的呀 那天大年三十年夜饭 是和姨妈姨父表哥表嫂一起吃的 酒足饭饱后 表哥看着林芝孝 丫头啊 嗯 你嫂子都五个月了 呀 放心 压醉钱我早都准备好了 哎呀 你嫂子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 已经在跟我谈恋爱了 哎 把你手拿开 晒幸福 表嫂笑着接过话去 笑笑 你准备找什么样的对象啊 医生 好啊 不行 娘亲坚决反对 林芝孝望着娘亲弱弱的插嘴 医生 稳定 她是有知识啊 那你踏踏实实的找个公务员 林芝孝瞬间 消色了 表哥接话道 找医生好啊 我们医院单身汉那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哎 免了 那粉红的诱惑也是一卡车一卡车的 哎呦 您不能这么算 哪个行业都有花心的 也有痴情的 小小 你要是找我们医院的 她以后要是敢对不起你 我削她 我跟切菜一样 我刷刷刷刷的 我 你就算是剁了她 已经付出的感情 那是收不回来的 你们要不要一副 我已经被背叛 被抛弃了的样子啊 我看着这两个明显歪楼的人 彻底的消色了 我吃完了 你们慢慢聊啊 客厅里 表嫂慢慢走过来 坐在林芝孝身边 小小 怎么 真找了一个医生啊 哎 女人这么聪明 男人压力会很大的 林芝孝摸了摸表嫂已经显怀的肚子 嫂子 你有没有后悔找了一个医生啊 后悔啊 嫁给一个医生 一点不像想象中那么美好 可是 如果再来一遍的话 我还是会选你表哥的 舍得还是舍不得 自己心里最清楚